第498集 妙计过河 怎么过河啊 谈谈 不通 你们两个大大方方的往前走 我们几个蒙面跟在你们后面 冲到手下 咱们索性正面过河 楚阳心念一转 他们这些人既然在进行这么重要的截杀 肯定不会结外生枝 只要过了河 我们就是尽可攻退可走 一切主动权在手 好主意 众人都是胆大包天之辈 立刻一言而行 负责这段下游水域的正是孟洛 孟家现在实力大损 而且臭名昭著 上游那种极有可能抓到奥邪云的所在 自然没有他的份来 抓到奥邪云 可是直接关系到以后称霸的势力划分的一桩大工的 这种美差怎么能落在现在已经是落水狗的孟家呢 所以孟家负责的河段最长 整个下游全部都是孟家管辖 但却人人都知道 这也同样是最没有希望抓到奥邪云的一段 孟洛有些垂头丧气 阴沉着脸跨坐在一块河边的石头上 甩着自己手中的鞭子 显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 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让家族的人搜索河面 突然对面远远的传来一声长啸 这声长啸怪异之极 如同恶狼在仰天咆哮 又如同千万只公鸭子一起出声 所有听到这声长啸的人 不管功力高低都整齐的打了个哆嗦 不是被震到了 而是被吓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匪夷所思的怪物 才能发出这样的叫声 简直是听见就能做噩梦啊 梦洛豁然起身 只见河对面远远的几条人影 正不紧不慢的大啦啦的走过来 为首的是两个奇形怪状的少年 后面跟着五个人 这五个人 每人都是黑衣蒙面 宽大的黑色长袍 便如同是五个幽灵 足不沾地的飘了过来 梦洛瞳孔一说 强大 他分明从对面这七个人身上 感受到强烈的沙发之气 还有一种辟泥苍生的霸道气息 这里面肯定有高手 正在想着 那几个人已经到了河边 居然连想都没想一下 挥手一掌 将河边的一棵大树从根部阵断到向河里 居然就这么准备渡河 梦洛顿时就有些生气 没见到本公子在这里把守啊 你们居然问都不问一句 就想过去 我准你们过来了吗 使了个眼色 梦洛瞳家族一位王座会议 上前几步提起大声问道 敢问对面来的是哪路的朋友 为首的两个少年中 那个骑兽如猴的少年并没说话 但居中那位骑丑如鬼的少年 却头一扬 紧接着一片头 你是谁啊 本座的来历也是你可以问的 这位梦氏家族王座顿时就有些头脑晕晕的 原来那难听到极点的声音 居然是这位发出来的 如今近距离听在耳朵里面 更加有些气血翻诱 简直比传说中的天魔还要有威力 在下乃是梦氏家族属下 敢问阁下是 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梦氏家族的王座 自然而然就有些软了 从极北方向而来 又如此强势 可也没听说那边有什么大家族啊 这家伙怎么如此嚣张 谈谈一声怪笑 声音越来越是让人听了 三天不能下咽 梦氏家族 怎么被听说过呀 说着 环顾左右 鼻孔朝天的问道 杨阴啊 你们听说过吗 听过吗 楚阳几乎要将这个混蛋一脚踹进河里 居然敢叫自己小名 居然还怪里怪气的叫成痒痒啊 真是欠揍了 但现在情况特殊 只好忍气吞声的 听说在中三天有个梦氏家族 家族也挺大的 眼前这些很可能就是吧 哼哼哼 谈谈怪笑一声 原来是中三天的家族啊 怪不得本座没有听说过了 中三天的家族嘛 哼 杨阴啊 这什么下来之后建造的第一个中三天家族吧 对面的梦氏家族王座脸色惨白 身躯摇摇雨坠 被这威力无穷的声音连番轰炸 几乎崩溃掉 梦洛却眼睛一亮 上三天的人 看样子身份还不低 在他身边的人乃是梦氏家族一位三品皇座 此刻正脸色沉重 严肃的低声道 少主 这个人貌似是上三天的 梦洛翻了翻白眼 心道 这还用你说啊 他自己早说出来了 而且他身边的人都是高手 尤其是剑气冲销 刀气纵横 恐怕他身边的黑衣人里面 最少有一位剑帝 一位刀皇啊 剑帝刀皇 梦洛顿时眼光发亮 而且他身边说话的那个 修为根本不露 我看不出深浅 梦洛震惊了 作为中三天顶级世家低系传人 他嫣能不知道剑帝刀皇是什么意思 中三天皇级高手的确不少 最起码梦洛自己就知道 有七级皇座存在 但是纯正的剑帝刀皇 却一个都没有 权与掌之间有戒剑 刀与剑之间 当然也有共通 至于其他兵器 或刚或柔 都有共同的道理存在 大可以取长补短 融会贯通 成就皇座 但那样一来 就显得博杂不纯 就算是到了皇级 也是普通的皇级 这些人在早期就这样互相借鉴 领悟 往上进步 但到了一定地步 就会专选一门 成为所谓的刀皇建帝之类 但这种刀皇 与从小专心一致练刀 一条道走的黑的刀皇 却绝对不可同人而语 只是这条路的枯燥 就足以逼封任何高手 可一旦成就皇级 那以后的路便就一帆风顺 所以说 真正的剑帝刀皇 若是不遭夭折 将来最低也是圣级高手的苗子 这是九冲天的仪馆传说 也是最权威的传说 而自己面前这个相貌奇丑的少年 竟然拥有纯正的剑帝刀皇护卫 这是何等世家 至于那位看不出修为的人 应该就是真正护佑这位公子的绝世高手 这样的世家公子 此时不结交 更待何时 梦洛急忙挺身而出 风度翩翩的含笑道 敢问这位公子 可是来自上三天 请问贵姓 聪明 你小子有前途 本座正是姓业 谈谈哈哈大笑 壮极猖狂 他对上三天只知道自己的师父的爱妻姓业 也就只知道这么一个大家族 此刻自然收不出别的来 原来是叶公子 孟洛又是遗憾 怪不得这么牛逼拉风的 原来是上三天第一世家的公子 只是这样传承万年的世家 遗传基因何等优秀 怎么会生出这种歪瓜裂枣来 莫非他父母 那是低亲的表兄妹就成亲了 心中思量 脸上自然不敢表现半点 谈谈哼了一声 摇摇的指着梦洛的鼻子 气焰滔天 不可一世 你姓梦 是 在下正是姓梦 嗯 姓梦的 难道我就要这么隔着和跟你说话 你不累啊 谈谈现在的样子几乎要嚣张到天上去 根本就是 我吃定了你 我说什么你不得不认 这样的架势 完全表现出了上三天第一大家族 纹固子弟的霸道 这种表演 纪梦和罗克迪两大顽固 自愧不如 这纯粹就是天赋 也就这没奶没皮的货 能够做得出来吧 纪梦心中富费 可能这货是太入戏了吧 甭说别人了 恐怕他自己 也将自己当成叶家的大公子了吧 既然如此 公子不妨移动尊部 过何一叙 梦洛当然从善如流 立刻打出手势 撤去警戒 恭迎叶公子过河 几棵大树放下 楚阳一马当心 踩着大树飘飘飞来 大树伸出了河面几十丈 到了尽头纵身跃起 一掠三十丈 斗手射出手中拿着的树枝 脚尖一踩 轻飘飘的就到了对岸 正眼都不看梦洛一眼 转身就站在岸边 等候谈谈等人过河 正是一副忠心耿耿的老护卫的形象 而他第一个先过河 也证实了梦洛心中 这个才是真正护卫 压轴高手的猜测 古独行长笑一声 剑气冲销而起 踏上大树 到了近处 突然间飞腾而起 一缕剑光如长虹射日 贴着水面飞了过来 在他剑光出手的那一刻 梦氏家族众人腰间长剑 突然同时发出了 哼的一声剑鸣 便如同是 数十位剑中草民 突然间见到剑中至高无上的皇者 果然是最纯粹的剑底 那位皇座三品高手 蒙着张大嘴巴 随后又紧紧闭上 刀光弥漫而起 威猛霸道 董无伤随后而来 最纯粹的刀黄 那位三品黄座 再次证实了心中猜测 随即 谭谭等人 才忠于 施施然的飞掠而来 众人都是一言不发 一副冷漠而又高傲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兴奋 想不到 过何如此容易啊 就连楚阳都感到意外 殊不知 现在孟洛的孟家 在中三天 已经等同于过街老鼠 巴不得攀上一条粗大腿呢 再说 这中三天 一味纯粹的剑底刀黄都没有 那自然更加让孟洛 浮想连篇了 如今 剑底刀黄 和上三天大公子的出现 更加让孟洛 产生一种投机的心理 要是能够攀上叶家 在中三天 谁敢动孟洛家族 就连傲家也不敢 所以孟洛唯恐接待不周 哪里还会有什么怀疑了 而这种奇特的现象 正是楚阳一手造就 他在定军山 揭露了孟洛的魔功 才造成了这种现象 可以说是 钱有因 后有果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谭谭一过来 就占据了孟洛先前做的那块大石头 梳开两条腿 很是没有坐下的问道 好 这个 也不满意公子 我们在这里 乃是追捕一位逃犯 孟洛微笑道 这个家伙在中三天无恶不作 奸淫掳掠掠 民愤滔天 我等被迫无奈 只好联合起来 除此恶聊 谭谭掏了掏耳朵 不感兴趣的道 逃犯 妈的 中三天也太让我失望了 这么不赶紧 连逃犯都有啊 仰啊 我看这位孟家的倒是不错啊 咱们要不要助他一臂之力啊 孟洛顿时就心头一喜 楚洋心中怒火万丈 嘴上还是攻击的演戏 这个 公子 貌似是不太好啊 临出来之前 家主吩咐过 尽量不要多管闲事 将事情办完了 要尽早回去 不要太耽搁 哼 谭谭博然大怒 两道眉毛一起上下抖动 他猛的从石头上跳起来 大叫道 啪 什么不打好啊 什么叫多管闲事啊 仰仰啊 你老是拿那个老红蛋来压我 我虽然不是未来家主 可也是二公子吧 为啥我说的话 在你面前就没有一句管用的 不行不行 谭谭大怒 今日本公子非得看看那个逃犯咋什么模样 第四百九十八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